第四屆中國文化藝術節昨天在溫哥華美術館前的廣場舉行 吸引了不少民眾到場參與 郭可瑛的報導 除了嘉賓隆重的展彩儀式 由加拿大華人社團聯席會 與加拿大四川同鄉總會 共同舉辦的文化藝術節正式開始 活動以紅色調為主 為觀眾帶來多樣中華文化表演 包括舞龍舞獅、少林武術 太極舞蹈、同堂華等等 主辦方希望這項已經連續四年舉行的活動 可以進一步加深加中兩國 民家文化交流和合作 我們一代一代的華人在這裡建設加拿大的文化 加拿大的多元文化 但是我們覺得中華文化、中國文化 也是加拿大多元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我們在這裡宣傳我們的中國文化 也就是宣傳加拿大的多元文化 除了各種表演活動 現場還有角色、民間美食 吉祥物、紅貓都在現場和觀眾同樂 新任中國 主溫哥華總領事楊書都到場表示 文化節優助促進 家中兩國友誼 新時代電視 郭靠營報導 新時代電視 郭靠營報導 最近對電視 郭靠營